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末年 安徽黄山的修宁县有一个安家寨 安家寨在一座大山脚下 常言道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安家寨的百姓都靠砍柴 打猎为生 日子虽不富裕 但也吃喝不愁 安家寨有一对母子 母亲王氏四十多岁 儿子安明亮十七八岁 王氏每天在家里仿线织布 儿安明亮上山砍柴 打猎 然后被到城里去卖 换些钱买米面度日 母子二人的日子虽然艰苦 但也能吃饱穿暖 就是没有积蓄 因此安明亮十七八岁了也没有成亲 王氏见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妻生子了 心中不急那是不可能的 但家里的条件不允许 王氏就说让儿子进城做工 多挣些钱回来娶媳妇 安明亮却说道 我走了 谁来照顾母亲 我不放心你呀 王氏说道 我身体好着呢 不需要你照顾 你就去吧 在外面好好干两年 咱们的日子好过了 就不愁娶不到媳妇了 安明亮在母亲的催促下 只能带了两件换洗的衣物出发了 他来到城里 就到牙齿上找活干 刚来到地方 就有一个老汉来到他身边 说道 小伙子 我看你身材健硕 是从山里来的吧 我家就住在山脚下 天天上山砍柴 打猎 这身体是锻炼出来了 我们下历人什么活都能干 请问您需要火急吗 老汉说道 我家需要一个火急 工钱一天五文怎么样 安明亮一听工钱不低 就欣然答应了 老汉把他带进一处偏僻的宅院里 然后来到一个地下室 里面放满了大大小小的陶瓷罐子 老汉说这里面都是用各种毒舌炮的药酒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用一个大木勺子搅搅搅 这天 宅子的主人刘远外 又买了一条大蛇回来 这条大蛇浑身伤痕累累 身上的鳞片几乎都掉完了 主人把大蛇放在一个大缸里 又拿来一些肉食 让安明亮按时投喂 那条大蛇就安静地躺在大缸里 闻丝不动 安明亮给他喂食他也不吃 他以为大蛇死了 就用棍子去戳他 谁知大蛇却突然抬起了头 一双眼睛泛着绿光 安明亮吓了一跳 赶紧缩回手 随即就把一块猪肉放在大缸里 说道 赶紧吃吧 小兄弟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 安明亮一听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条大蛇居然发出了老汪的声音 他吓得脸色煞白 站在那里也不敢动他 大蛇又说道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原来 这条大蛇是修炼了五百年的大猫蛇 因为杜劫失败受了重伤 法力全无 就被捕蛇人抓住卖了 安明亮听了也很同情大蛇 说道 你要我帮你什么忙 大蛇说道 我现在伤得很严重 你去青龙山东南角的一个山洞里 那个山洞里有一株亏阴草 你把它弄来 我吃了之后 身上的伤就会好了 安明亮看着浑身是伤的大蛇 不忍心拒绝 就同意了 半夜的时候 他悄悄翻墙跑了出去 他来到大蛇所说的山洞 果然在里面找到一株闪着金光的小草 他把小草拔了下来 揣进怀里就回去了 他要在天亮之前回到宅子里 被主人发现就麻烦了 安明亮一路狂奔 紧赶慢赶地在天亮之前回到了宅子里 立刻从怀里掏出那猪槽 给大蛇吃了 大蛇吃过之后 奇迹果然发生了 他身上的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了起来 蛇鳞也长了出来 大蛇说道 谢谢你 小兄弟 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安明亮说道 举手之劳而已 你不必客气 他想到大蛇就要被流园外泡要酒 心里就一阵心酸 说道 你的伤好之后 园外就要拿你泡要酒 大蛇伤感地说道 我如今没有了法力 也只能任凭处置了 次日 刘园外过来看大蛇的时候 发现他身上的伤全好了 心中欢喜 立刻叫几个家丁抬来一大缸酒水 说道 这条大蛇有几百年了 用他泡的酒 可是黄金都不换呀 正在刘园外说话期间 大蛇突然一跃而起 朝他脸上咬了一口 他瞬间倒地 还没有来得及施救 就一命呜呼了 那条大蛇也趁乱逃跑了 刘夫人见丈夫死了 哭得是死去活来 说道 早劝你不要杀生 你不听 非要泡蛇酒赚钱 如今你却被蛇咬死 真是报应了 刘园外被蛇咬死 刘夫人就命人 把那些蛇酒都倒掉了 把那些用来泡酒的蛇也埋了 安明亮也就失业了 刘家人正在伤心 他也不好要工钱 就离开了刘家 安明亮离家一个多月了 没有挣到一分钱 为了多挣些钱 他就到码头上装卸货物 别人一次扛一袋子 他扛两袋子 挣的钱也比别人多一倍 再说王氏 自从儿子去城里做工之后 家里的活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白天下地干活 上山打柴 晚上在家里仿线织补 日子过得很辛苦 但也很充实 一日 他去山上砍柴 下山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他背着柴货 吃力地往家走去 他越走越觉得累 实在是走不动了 就把柴货放在路边 准备歇息一会儿再走 他刚坐下 就有一个中年男子 走了过来 问道大妹子 安家寨还有多远 王氏抬头看看男子 是一个陌生人 他从来没有见过 就说道 你不是本地人吧 男子说道 我叫鱼有才 原是北方人 这么多年 一直一个人生活 因为家乡遭灾 我就带着所有的积蓄 来到了这里 准备在这里做点小生意 没想到住店的时候 身上的银子被人偷去了 只能去安家寨 投靠亲戚 王氏一听 心里就放下了防备 出于好心就说道 我就是安家寨的 很快就到了 你跟着我一起走 于又才一听赶紧道谢 说道 那感情好 说着就背起了王氏的柴货 二人一签一后 就回到了村子 于又才把柴货送到王氏的家里 王氏过意不去 就说要留他吃饭 于又才说道 我一天没有吃饭了 实在饿得不行 那他谢谢大妹子了 王氏就赶紧去造房做饭 他烧了一锅玉米面糊糊 又摊了几个大饼子 来招待于又才 于又才看见饭先是犹豫了一下 随后就吃了起来 吃过饭 于又才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王氏就问他亲戚叫什么名字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找 于又才说道 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了 我以前听父母说过 好像叫王老妖 王氏一听说道 王老妖是一个孤寡老人 早在几年前就离世了 不过他家的房子空着 你可以去住 王氏一个女人 也不方便留下一个陌生男子 他就把于又才送到了王老妖家的两间破草房里 此日于又才并没有离开 而是去找了村长 说自己是王老妖的远房亲戚 如今无家可归 想住在村子里 既然是王老妖的亲戚 村长二话没说就同意他住下了 于又才为了生计 也会每天上山砍柴 打猎 遇到王氏他也会帮上一把 还会把打来的猎物给王氏一些 王氏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挺善良的 最近几天 安家寨人心惶惶 因为村里无辜失踪了 两个年轻的女子 村民们找了三天三夜 连个头发毛都没有找到 村里人都害怕厄运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就一起去找到村长 说失踪的两个女子肯定是被人害了 他们怀疑的对象都指向同一个人 那就是外来的鱼有才 他单身一人生活 作案嫌疑很大 村长说道 你们无凭无据 也不能随便怀疑人呀 再说了 咱们村子一个人生活的很多 都有嫌疑 众人听了也有道理 村里的光棍都有作案的嫌疑 众人要求把几人送到县衙审问 村长为了让村民们安心 就到县衙报了官 知县一听失踪两个大活人 而且还是年轻的女子 就不敢怠慢 带着人来到安家寨查案 结果查了几天却一无所获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于又才经常帮助王氏干活 王氏过意不去 也会给他做鞋袜感谢 一来二去 孤男寡女就产生了感情 于又才就提出 要与王氏一起生活 可王氏怕村里人笑话 再说了 儿子也不知道这事 他就没有答应 一次 王氏生病发了高烧 已经卧床不起了 要不是于又才来到家里 恐怕他病死了 也没有人会知道 于又才见王氏病了 就赶紧给他请郎中 又是细心地照顾他 给他做饭熬药 在于又才的照顾下 王氏的病才好了起来 王氏好了之后 觉得没有一个伴真的不行 有个头疼挠了的 也没有人知道 但他又抹不开面子 心中就很纠结 正在这时 村长就找到王氏 说要撮合他 与于又才生活在一起 说二人在一起 有个照应 以后的生活 也会过得有滋有味 王氏虽然进入了 不惑之年 但对爱情 还是很向往的 他想到于又才 对自己 无微不至地照顾 心里就暖暖的 又想到于又才一个人 独自在异乡生活 也想给他家的温暖 经过再三考虑 王氏就羞答答地答应了 很快 于又才就搬到了 王氏家里一起生活 二人就算成亲了 成亲后 于又才就不让王氏出去干活了 让他在家里 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家务活 王氏很感动 又找到了久违的幸福 王氏成亲不久 村子里又一个年轻女子 无故失踪 整个村子再次笼罩在恐惧之中 每日天刚擦黑 大家就早早地关门 熄灯睡下了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大姑娘 小媳妇根本就不敢出门 以前王氏也很害怕 如今有了与有才作伴 他就有了依靠 也不那么害怕了 王氏靠在于有才的怀里 说道 多亏有了相公 要不我一个人真的不敢睡觉 于有才说道 有我保护着你 什么都不要怕 没事的 再说安明亮 在码头上一干就是半年 也挣下了一些银子 于是就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他买了两盒点心 还给母亲买了一块布料 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安明亮突然回家 这让王氏有点不知所措 他赶紧把儿子拉到里屋 说出他找了一个老伴的事情 希望儿子能够理解他 安明亮知道母亲一个人生活不易 他又不在家 家里家外都要他操心 他也放心不下 找个老伴对母亲来说 也有个依靠 安明亮很支持王氏 王氏原本以为儿子会不愿意 没想到儿子竟然很支持他 他的心就放进肚子里了 于有才从外面回来 王氏就为二人做了介绍 安明亮看着老师本分的继父 很是喜欢 父子二人就喝了几杯 畅谈甚欢 安明亮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四日一大早就离开了 临走时 于有才说道 你安心在外挣钱 你娘就交给我吧 我会会好好照顾他的 安明亮对于有才很是感激 左依说道 那我娘就麻烦父亲照顾了 父亲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再干两年就回来孝敬二老 如今王氏有了依靠 安明亮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他心情特别的好 干起活来就更加卖力了 他想着再努力干两年 然后回家去娶个媳妇 好好孝敬父母 一日安明亮在码头上搬货物 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朝他走来 说道 麻烦你把我们小姐的东西送到府上去 他现在卸的货是一批丝绸制品 是城里王老板的 这个年轻女子就是王老板家的丫鬟 安明亮正在卸货 他有些犹豫 丫鬟又说道 我已经给管事的说了 你干这些活都给你寄着呢 少不了你的工钱 安明亮就跟着丫鬟来到一大包货物前 扛起来就走 他跟着丫鬟把货物送到王府 王伟姬姐见到了很是欣喜 就给他了二两银子 说道 拿着 给你的运费 这 这太多了 他在码头上干一个月才三两银子 这一趟货物就二两 安明亮觉得太多 就不收 王美姬仔细打量着他 说道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嫌钱多的人呢 就算我赏赐你的 拿去吧 以后有什么活 我还会找你的 安明亮知道这点钱 对王美姬来说不值一提 他尽管也很缺钱 但不是自己该得的钱 他拿的心里不踏实 就从那包银子中 拿的自己该得的 剩下的就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就离开了 这王美姬见过的人多了 可他第一次见这样实诚的男子 再加上安明亮 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心中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王美姬总是带着丫鬟 来到码头上闲逛 看着灰汗如雨的安明亮 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即便不说话 直远远地看一眼 心里就很满足 王美姬的贴身丫鬟小红 从十岁都跟在他身边 早就摸透了他的脾气 他觉得自家小姐 对安明亮有意思 就主动去打听他的底细 安明亮是一个实诚人 自己没有做过亏心事 这些也无需隐瞒 就对丫鬟说了 王美姬得之后 更加觉得安明亮是一个可靠之人 王美姬不但相貌是万里挑一 而且知书达理 多才多艺 城里很多富家公子 都想与他结为百年好合 可他觉得那些人 都是油嘴滑舌的不可靠 所以婚事一直没说成 王老板和妻子 也为女儿的婚事发愁 害怕年纪大就找不到好的了 于是就催促他找门当户队的就可以了 不要太过挑剔 王美姬说道 爹娘不要为我操心了 我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王夫人赶紧问女儿是那家公子 王美姬并不隐瞒 就说喜欢一个叫安明亮的男子 说他是码头上的一名班谢公 王夫人一听吓了一跳 说道 班运工多粗俗呀 你一个大家闺秀怎么会 这不行绝对不行 我和你父亲不要求是富贵之家 可这也太不般配了呀 王美姬说道 班不般配母亲怎么知道 只要我喜欢就是般配 王老板得知女儿的想法时 也是吓得不轻 想不到一向孤傲清高的女儿 会喜欢上一个穷小子 这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反对 而是把女儿叫到房间里 说道 我儿生得过色天香 多才多艺 很多青年才俊都入不了你的眼 我听你娘说 你已经心有所属了 王美姬说道 爹爹 孩儿喜欢的人 就是在码头上搬货的安明亮 这辈子非他不嫁 王老板说道 你先别急着说嫁不嫁 爹爹问你 你了解他吗 爹爹更是好奇 他一个目不识钉的粗人 怎么就入了我儿的眼呢 王美姬就把一切赞美的词语 就用在了安明亮身上 最后总结三个词 就是善良 实诚 不贪财 王老板就这一个女儿 当然不希望他嫁给一个没有背景的穷小子 就说道 这是你还要好好考虑 不要一时冲动 悔恨终生 王美姬却说自己已经考虑好了 不需要再考虑了 王夫人就给王美姬讲了一大堆的道理 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不会幸福的 也不会长久 可王美姬心意已决 根本不愿意听 王老板夫妇对女儿很是宠爱 甚至到了溺爱的地步 面对王美姬的执拗 他们也是一点办法没有 只能去找安明亮 安明亮一听也是不敢相信 她做梦都没有想过 王小姐会喜欢上她 安明亮说道 王小姐身份高贵 我只是一个出大力气干活的 哪里配得上小姐 我和王小姐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王夫人就把安明亮的话 与王美姬说了 她一听就直接去找安明亮表白 面对如此敢爱敢恨的女子 安明亮也是自愧不如 像王小姐这样的女子 没有几个人不喜欢的 可她知道自己的身份 就明确地拒绝了 王美姬就骂她懦弱 胆小鬼不敢追求自己的幸福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看着王美姬远去的背影 安明亮心中很不适滋味 一日 王美姬的丫鬟小红来到码头上 说老爷叫她去一趟 安明亮就怀着踹踹不安的心情 来到了王家 原来王老板是要把女儿嫁给她 安明亮一听受宠若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知道该怎么说 王老板之所以同意这事 是因为这几天 王美姬心情低落 不吃不喝 已经卧床不起了 为了女儿的身体健康 他们只能妥协了 王老板把安明亮 安排在自家的绸缎庄做事 并为二人选定了婚期 安明亮说自己 还有一个老母亲和继父 要回家去成亲 王老板就给她了几个银钉子 让她回家准备 然后来迎娶自己的女儿 安明亮回到家里 对母亲说了自己 要与王老板的女儿成亲 王氏高兴得整夜都没有合眼 他万万没有想到 儿子会娶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 很快即日到来 安明亮就把王美姬迎娶进了家门 安家寨都沸腾了 说安明亮是个有福之人 洞房叶 小夫妻如娇似妻 恩爱有家 二人缠绵之后就睡了 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正当他睡得正香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有一只黑毛 红鼻子 绿眼睛的怪物站在床前 红红的舌头伸出来半尺长 好像看到了美味一般 安明亮心中恐惧 就一下子惊醒了过来 他赶紧点亮蜡烛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看看身边熟睡的妻子 这才放下心来 就又睡了过去 他刚睡着 又看见一条大蛇握在地上 大蛇说道 明天来青龙山找我 我有事对你说 安明亮刚要问什么事 大蛇就消失不见了 此日 安明亮想到昨晚的怪梦 心里就不踏实 他怕家里人害怕就没有说 一个人就去了青龙山 来到青龙山 他就看见了梦里的那条大蛇 正是那条受伤的大蛇 大蛇说道 今夜睡觉 把这个东西放在床头 你继父不是人 把他埋了 安明亮听了大蛇的话 心中一阵后怕 他拿着大蛇给的东西 赶紧回家去了 当天晚上 安明亮悄悄地 把大蛇给他的铃铛 放在了床头 他闭着眼睛假眉 半夜的时候 那只红眼绿鼻子的怪物 又来到他的我房内 一步步向床边靠近 安明亮眯着眼睛 一动也不敢动 那条长长的红舌头 就朝王美姬的脖子伸去 他想要阻止 但想到大蛇的话 就没有动 就在这时 床头的铃铛就响了起来 那声音就像是打雷一样 震耳欲聋 那只怪物一声惨叫 就趴在了地上 然后就变成了一头大灰狼 铃铛一直响着 大灰狼痛苦地挣扎着 一下子就晕倒在了地上 这时王美姬也醒了过来 看到地上的大灰狼 吓得浑身直哆嗦 就紧紧抱住安明亮 隔壁的王室听到声音 就赶紧点灯 想叫丈夫看看是咋回事 谁知已经不见于有才的影子 他赶紧穿衣就过去了 看到地上躺着一只狼 也是吓得说不出话来 安明亮从床上下来 拿出大蛇给他的袋子 就把大灰狼装了进去 这时天已经亮了 村里也恢复了平静 村民们早就听到了 震耳欲聋的雷声 因为之前村里 已经失踪了几个年轻女子 大家以为是妖物作怪 谁也不敢起来看 天亮了才跑出来 看是咋回事 安明亮把装有大灰狼的袋子 扛到院子里 众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都议论纷纷 安明亮就把真相告诉了众人 原来 于发才是一个 修炼了二百年的狼怪 为了早日修成正果 他就幻化成人 来到村里住下 专门残害年轻女子 增长法力 他之所以与王室结为夫妻 就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 更便于作案 村里失踪的几人 都是被他害死了 刘明亮取来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妻 狼怪当然也不会放过 洞房叶就去行凶 没想到安明亮却醒了过来 他只能隐身等待时机 第二天夜里 狼怪再次潜入 安明亮的卧房 却被大蛇的铃铛震慑住 就晕了过去 安明亮就把他装进了 大蛇给他的袋子里 因为袋子不是一般的袋子 狼怪已经弃绝身亡了 众人听了安明亮的话 是有惊有怒 拿起棒子就朝袋子打去 然后又把他抬到山上 挖了几米深的洞穴 把他埋了 经历这件事情之后 王室心中十分自责 觉得是自己把狼怪 引到村子里来的 就挨家挨户地给大家道歉 村民们都不怪他 说是狼怪太狡猾 其实他也是个受害者 安明亮拿出一些钱 慰问哪些失去亲人的家庭 然后就带着母亲和妻子回城去了 从那之后 安家寨再也没有发生 人口失踪的事情 一代又一代平安地生活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来历不明的人不要轻易相信 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